上个月快筛实名制上路之后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 民众要以身份证制数尾数来分流购买 不过有里长表示 因为担心会出现去年口罩实名制刚上路的时候 民众抢买混乱的情况再度出现 所以在里面也不断向里面加强宣导 这次快筛实名制主要目的能排除药局开卖时候发生塞车情况 希望以自主安排分流方式让民众购买 最近因为疫情升温扩大 指挥中心这边有快筛剂 可供全民来购买使用 购买的时候他现在有分流的状况 就是确实做到这个分流 依照身份证后码 如果装饰的就546 单饰的就是135 面对快筛需求攀升也有里长要补充说明 请上班族千万别着急 身份证字号尾数单号或者是双号 周日则开放全民都可以购买 实名制快筛剂开卖期间 里长表示因为健保特约药局负责贩售78人份的快筛剂 毕竟争夺周少 无形中也会造成民众会提早出门排队抢购人潮 有可能会发生群聚感染 里长有所呼吁 一天去用公司快筛剂 要注意到保持社交距离 要戴口罩 请这个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指挥中心 政府这边有签列的医疗准手 来购买 避免这个群聚 避免群聚感染风险 请民众一定要确保社交距离之外 希望在买到快筛之后就赶紧离开现场做好自我保护措施 也就是保护亲友和其他人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